胡仁和勇士的梦幻系列第二場賽事 Curry和勇士隊希望在自己主場追回一場 大大占士和胡仁希望在勇士的主場再下一城 球賽的組段,Lebron決定不假手於人 先來一個3分射球,胡仁領先14比12 除了遠射之外,他這場切入同樣撒家 來一個快速轉身上攬 單單在第一節,Lebron攻入了14分 胡仁當時領先6分 Clayton和上一場一樣,都很快入局 接應Curry的彈地全球,射入這球3分 接著射到Curry,一個假動作迫起Vandeville 然後來一個騰空上攬 他這個打法大家已經見慣見熟 另一邊箱,胡仁攻勢快用完24秒 Lebron射入這球插板的壓壽三分球 這場比賽,他攻入23分,並獲7個籃板 兩隊以40比40平手 這場球的Clayton真是非常HOT 接應Draymond的第傳 然後自己走出的3分線,以這個3分球環以顏色 Andrew Wiggins 到他今天隊友手風順 再玩Hot Hand的Clayton 他輕鬆射入這球3分球 Clayton上半場就攻入19分 上一場大勇的AD今場就一般 先有15全球 然後再有大波15 上攬手風亦不順 好像進攻的時候,扔也不入 結果他這場比賽只攻入11分 而且還有4個turnover 半場的時間,勇士已經領先到67比56 勇士對這場球,在陣容上一個改動 Jermichael Green 雖然出場時間不長 但表演出色 他這場攻入15分 接著都是Clayton 一個pump pick side step 然後再來一個3分球 這場他真的超HOT 當時勇士隊一度領先到18分 但勇士隊並沒有手軟 今次輪到Draymond 接應Curry的一個全球然後上籃 Donte Deficentio找到Clayton 彈地全球給他射一個3分球 他這場30分 3分11射8中 勇士隊再次將領先拉大 Hustle Play之後,Angelo Wiggins拿到球 怎可以不參加Curry 在兩個湖人球員的面前射入一球不可能的3分球 你看他們家人看得多開心 慢鏡再看一次 NBA史上最偉大的3分球員 地入這些球簡直好像家常便飯 然後Curry繼續表演 接應Draymond的全球 以及他的moving pick 射入這球3分之餘還搏到M1 這場比賽Curry攻入20分 還有12個助攻 看到LeBron都皺了眉頭 這場比賽之後 系列賽以場數1比1打王 最終分數是127對18 祝福大家,下次再見